在感恩节假期 美国有5000万人外出探亲或者是旅游 假期过后从12月1号到5号 美国感染确诊病例在5天之内 增加了超过100万例 截至12月6号为止 全美感染总人数超过了1450万人 死亡人数也达到了281199人 专家指出民众在感恩节出门的影响已经显现 整体的情况恐怕会变得更糟 发广报道 全美新冠疫情自11月以来越演越烈 11月新冠病毒新增病例 曾经达到了可怕的峰值每日10万例 根据新冠病毒追踪计划数据显示 从12月开始 全美新冠住院患者每天突破了20万例 疫情严重的洛杉矶市长贾希迪表示 洛杉矶上个礼拜住院人数激增了两倍之多 如果疫情继续升温的话 当地医院可能会在2到4周之内没有病床 为了遏制新冠病例再度增高 南加州将从6号晚上11点59分开始 启动新一轮的居家避疫令 尽管北加州旧金山湾区医院的病床尚未达到告急的程度 但是官员警告 疫情可能会在感恩节假期之后扩散 使得社区染疫的人数激增 发广另外一篇报道则引述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前局长 斯考特·戈特里布的话指出 接下来的6个礼拜 疫情将不容乐观 目前全美国因为新冠病毒而死亡的病例总计有28万人 截至明年1月底 因为新冠病毒而死亡的人数可能会冲破40万人 同一天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在4号第一次建议人们普及化佩戴口罩 也就是说一旦走出家门 无论是在室内或者是室外 都要佩戴口罩 因为美国已经进入到了新冠病毒的高位传染期 5天以来 美国因为新冠病毒死亡的日增人数 每天都超过了2500人 目前超过10万人因为感染新冠病毒住院接受治疗 而日增确诊的感染人数 也在周五跟周六之间逼近了23万人 这些数字之下 是疫情在美国的继续恶化的景中 星期天美国卫生部门负责官员纷纷呼吁人们要重视防疫 特别是要重视戴口罩 不要盲目的等待疫苗 白宫的新冠疫情危机协调小组组长德伯拉·博尔克斯指出 现在依然有人像鹦鹉学舍一样 重复着侏儒口罩不管用 大型集会不会导致疫情超级传播等等错误的说法 这令人感到失望 美国正在穿越的不只是最恶劣的一场公共健康危机 而且可以说是最恶劣的一起事件 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在6号宣布 今年年底之前将会有2000万的民众可以接种两种的新冠疫苗 美国政府防疫的曲率寄宿行动计划的首席科学家 斯拉维也指出得到食品跟药品管理居的许可之后 可以在36小时之内开展疫苗的接种工作 但是白宫新冠疫情危机协调小组的组长伯尔克斯警告说 疫苗将会是至关重要的 但即便是疫苗也没有办法脱离像是现在这种疫情急剧恶化导致的后果 疾控官员甚至也警告 不戴口罩的话就算是疫苗也救不了揍身的疫情